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我是GoMarkets的分析师Jack林 MACD被称为指标之王,中文全名是指数平滑移动平均线 顾名思义,这个指标其实是由经典的均线演变过来的 图表上体现为富途的两根均线和红绿柱 该指标是由1970年GLR德阿佩尔提出 用以研判股票价格的变化强度、方向、能量以及趋势周期 找出股价支撑与压力,以便把握股票买进和卖出的时机 我们要知道的最基本概念就是它的两根均线 默认参数是12和26,分别代表快线和慢线 MACD的特点是捕捉趋势和稳健 如果喜欢反应灵敏的朋友,可以对上述的默认参数进行重新设置 既然有了快慢,就有轻差和死差的买卖点 这也是MACD最广为人知的地方 但是就像研究所有技术指标和K线形态一样 真正的交易者都是先看位置,然后再看买卖点的 MACD区分位置就是用零轴线 上了零轴就是强势,下了零轴就是弱势 所以金差就有零轴以上金差和零轴以下金差之分,死差同理 零轴之下的金差一般来说价格还没有真正转强 因此是属于比较激进的买点 比较起来零轴以上的金差是较为保守和成功率更高的买点 最佳的水上金差要数在价格先前已经上穿零轴后 又回调至零轴附近,但是不跌破零轴的买点 另外MACD的顶部死差卖出点是比较准确的 是经典的逃顶方案 这里就要参考指标的最后一个概念背离 当形成顶部背离时,在出现死差时是真正的绝佳卖出位置 需要注意的是MACD的背离有线的背离和红绿柱的背离两种 前面线说的是比较多了 关于柱子它比较高就代表能量比较强 其实非常好理解 两种背离的效果差别不会特别大 但是都是可以参考的因素 需要诸位在实战中总结和运用 好了 今天我们主要就说这些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